2月27日有媒体曝光了许卫洲写老婆外出的画面 公开结婚后二人愈发高调 绝不藏着业者 这也是很多小鲜肉向往的自由吧 毕竟娱乐圈太多小爱豆已被曝光恋情 就迅速分手恢复单身 在最好的年纪无法享受甜甜的恋爱 当日许卫洲穿着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 染了红色头发 走路带风 气质在人群中相当出众 妻子张胜英的一身打扮也和素人无区别 最近他还剪短了长发 乍一看有点像于书星 两人虽然一前一后的行径 但还是没少互动 张胜英伸手为老公整理衣领 打在老公的肩膀上 因为上衣太短 所以张胜英还露出了小蛮腰 估计生完孩子还不到半年 就恢复了好身材 这说明不光明星可以做到 素人也可以 许卫洲也转过头来 和妻子说悄悄话 两人身高差很般配 感情看起来也非常甜蜜 去年三月十日 许卫洲毫无预兆地官宣自己领证了 聚悉两人在一起 已经长达四年的时间 居然都没被媒体拍到过 可见他将自己的另一半保护得有多好 随后网友扒出很多两人的恩爱细节 比如许卫洲在自己的身上闻了樱花 还为女方写歌 用各种方式悄悄地秀恩爱 简直太甜了 去年十月 有媒体曝光张胜英和保姆现身医院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 保姆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张胜英走路还需要助力扶着 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许卫洲这么突然地官宣自己结婚了 估计是凤子成婚吧 不过许卫洲并没有回应 或许是因为怕粉丝不高兴 许卫洲官宣领证后 引来了粉丝们的不满 他还特地在抄话里向粉丝们致歉 大赞自己的老婆善良可爱 和老婆结婚 是自己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情 即便是粉丝离开自己也能理解 粉丝吐槽已婚难不值钱 没有粉丝想看你老婆 没人想看你秀恩爱 许卫洲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硬实力 比如他参演了中国乒乓制绝地反击 苦练乒乓球花费了很多心血 想让这部作品成为自己的代表作 可惜因为种种因素 这并没能收获好的票房 许卫洲也没能脱颖而出 如今许卫洲家庭已经足够幸福了 事业上还可以再加把劲 他今年才只有28岁 未来的路依然很长 所以在事业上有的是机会 大可不必泄气 最近上线的一部热播剧 谁都知道我爱你 本来对这部剧并没有多高的期待 但宋倩与许卫洲的强强联合 谁舍得不堪呢 许卫洲的人设有些许的惨烈 他演绎的是家中不受宠爱的小儿子 好似对他而言 活着的意义就是赎罪 他每天都在想如何平衡好身边的一切 包括家庭事业与爱情 复杂的角色人设 在许卫洲的演绎下 显得那样的轻松自然 许卫洲1994年出生 他是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 许卫洲有着出众的长相 有着精湛的演技 可是刚开始他所参演的一些作品 给观众留下来的印象太差 对他今后的事业发展 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好似无论他参演什么样的作品 演绎什么样的角色 大家总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但这么久以来 许卫洲从来没有被外界的 这些言论所打败过 他在努力地用角色 向大家证实自己的能力 想让观众关注到他的专业 许卫洲是一个反差感很强的人 面对着外界铺天盖地的舆论 他没有恼怒 没有生气 仍旧以温柔坦然面对一切 许卫洲会跳拉丁舞 但他也会拳击 刚柔并济 他身上有纹身 显得那样的霸道 但生活中的他却也是一个暖男 甚至还会织围巾 还会做饭 他是个摇滚男孩 但他也很喜欢猫猫 很多网友都称赞说 许卫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 在他身上 绝强善良坚韧等多种特质融合在一起 是圈内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好不容易 凭借着一部部作品 比如刘光之城等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大家也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他不仅演技棒 唱歌也很优秀 还有网友扒了扒他以往的感情 发觉他身边几乎根本没有八卦 也没有绯闻 他显得那样的干净 这样的标准人设 按理来说 在未来必定会成为顶流偶像 但是按娱乐圈中的状态而言 想要成为顶级偶像 保持单身人设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当偶像 就意味着尽量少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甚至最好不要官悬结婚 可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许卫舟27岁的时候 在他事业急速上升期的时候 他却突然间晒出了结婚证官悬结婚 对他的这个决定 圈内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许卫舟似乎是将自己成为偶像演员的道路 给堵死了 可是不一样的人 对未来有不一样的要求和标准 许卫舟或许是为了 想要拥有安稳舒服的感情生活吧 他没有向外界宣告自己妻子的身份 大家猜想可能是圈外人 或者是一位素人 事业发展确实重要 但爱情可能更为重要 许卫舟并没有为了自己今后的演绎事业 而将感情隐藏起来 这样的他必定是一个好丈夫 未来也将是一个好爸爸 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 很多人都因为名誉和利益 而迷失了自我 很难再找回自己的初心 但是许卫舟永远在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他身上既有世俗的趣味 也有深沉冷静的想法 他既可以仰望星空 同时又愿意脚踏实地 走到今日 许卫舟付出了太多太多 经历了太多太多 但他永远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无论事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他脸上永远都带着谦卑的笑容 他似乎比同年龄阶段的演员 都要成熟稳重许多 在对待事业上也更加的淡定 许卫舟从来没有为名誉和利益 而去拍一些简单的低质量的作品 他所塑造的角色都非常的多元化 期待许卫舟今后有更精彩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许卫舟